我发现了李源芳发育入一个全新的打法 现在李源芳对线不是很弱吗 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开启先鞋一技能挂在第一个兵上 打完第一个兵之后直接在后面等着 明文这里我们还是带16爆 这里我们第一把是做一个铁剑 预勾布甲鞋等对面兵线推进来 一技能挂在后面那个兵上A4下 注意这里是细节 边打边开始往红笋的方位走 直接做布甲二技能上去 前期二级的李源芳加一个布甲是没有人打得过的 接着挂一直接A就行 基本上一分钟包拿一鞋 你到了第二波我们可以在这里蹲 不过我们这把是巅峰对面还是有点意识的 打他肯定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们换一个招在这里卡斯也等对面先出来补兵 他只要赶出来补 闪现接二技能 大招封走位直接A就行 前期只要你拿了第一波一血 这一波是百分百杀的 本来我以为这个技巧是只有达鲁班好用 但是后面我发现前期只要没进化的英雄都可以这么打 先等他们把线押进来 在这个位置直接挂一技能 这里的细节是一技能一定要挂在那个血多的冰上 在你A兵的这个时候他们会用技能去打那个红笋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面对是一个有技能有布甲的人 只要看见了那就是百分百必杀 二技能过去挂一直接A 轻轻松松祝大家新年快乐